国民党预计下周17号完成总统参选人的征召提名 身世最高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呈现竞争的状态 据了解呢 这周末的党中央将进行最后的阶段性会整意见 及内参民调 来因知情人士表示 预计下周一和周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侯友宜 郭台铭会前会 做最后的提名讨论 再来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今年首度同框 不过他们就会被问到说 下周征召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合作一下 郭台铭只回了秘密这两个字 侯友宜则说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看似要团结 但是郭台铭却早在10号晚间夜会了柯文哲 柯文哲还说 消息肯定不是他或陈被其放的 言下之意就是郭伴的操作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了 其实郭台铭想要营造 只有他能整合泛蓝和白色力量 才刻意做出动作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即将出炉之际 侯友宜郭台铭王健王 这也是今年两人首度同框 侯郭互动热络 光握手时间就长达两分多钟 还时不时交头接耳 国民党征召 在即侯郭两人同框 营造蓝营大团结气氛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 百分之四十七点三的民众 不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 但泛蓝得先团结 才能下架民进党 郭台铭动作频频 童框侯友宜前 还特地先夜会柯文哲 郭台铭接连会见 要搅逐总统大卫的 柯文哲和侯友宜 莫非是先替自己预留后路 我的看法刚好不一样 我觉得郭台铭 其实他是要营造一股绅士 这个绅士就是说 唯一能够整合所有泛蓝力量 甚至白色力量 只有郭台铭而已 所以他才会故意去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15天国民党就要公布 由谁征战2024 侯友宜郭台铭谁是最后赢家 即将分架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现在已经公开宣布了 将在下周山中常会 公布2024总统大选的 征召人选 但目前去白热化的 喉锅之争 结果即将要揭晓了 那紧接着呢 外界议论 揣测很久的蓝白和 到底合不合啊 如何和等议题呢 随之也将进入更具体的阶段 那么现在另一方面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还是强调 99.99%会选到底 这似乎显示国民党阵营 一直提倡的蓝白和共同 下架民进党的号召 很难成局哦 那我们看到 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被传出密会AIT前主席 普瑞哲还预计在9月访美 那时事评论员陈凤鑫呢 就爆出他们会面的内幕了 而且还相谈甚欢 那陈凤鑫分析现在的侯友宜 应该是对他的两岸外交论述 有把握可以在国际上走得通 至少目前看起来 民主党政府并没有排斥侯友宜 我只能讲到这样子 因为我所看到的现象是如此 但你要说我要进一步延伸说 他对几个候选人最放心侯友宜 那我实在没有足够的管道 可以说这样子的话 但是我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 沟通是非常的愉快的 比如说孙小雅那地方 我至少得到的一个讯息是 孙小雅有被华府要求 要多多跟侯友宜接触 这件事情是我确定的 就是他被要求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3月大概20号左右 3月19 20号左右吧 那时候这个前AIT主席 普雷泽不是来台湾吗 那那个时候普雷泽其实 在主办单位 把他送回饭店之后 他还跑到了 跑出去去跟侯友宜见了一面 然后谈的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两个人相谈甚欢 普雷泽其实对于侯友宜的一些 看法内容什么的 其实都非常的满意 这是熟悉内情的人 在大概3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跟我讲了这件事情 就说当时的状况 大概情况是如何 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侯友宜在两岸或国际事务上面 就面对记者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可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 他在新北市议会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放开来讲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他已经很有把握 或者说他的这一套论述 可能有他相当的在台湾以外的势力 都还支持 比如说包括了反台独这件事情 还包括了就是他这个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这些事情 他的这个基本的论述 其实是说得通的 走得通的 就在国际上面 两岸国际都走得通的 好啦蔡政府现在被爆料呢 党民间买疫苗 民嘴更是爆说 蔡政府是迫于正言法师施压 他才点头放行 那被总统府捏造 这全都是假的 但民嘴炮轰 那蔡政府你敢不敢提告呢 就是怕BNT的案子 法院一开庭 合约解密了 那想赖清德也就不用选了吧 民嘴爆料 蔡政府当初肯放行 让民间买疫苗 是因为迫于正言法师的压力 总统府火速回应 说这全是捏造绝非事实 篮球炮后若真的是捏造 总统府敢不敢提告 后来蔡英文还亲自 跟辞济视讯了 有没有 因为见了辞济之后 然后就放行了 当然就是因为 当时就是怕辞济翻脸 这个案子他如果去告人 他百分之百会败诉 那就会变成法院认证 蔡英文跟整个民进党 在阻挡疫苗 在害死国人 所以民进党当然不敢输出法律 现在讲他们在阻挡疫苗的人 没有十万又一百万 民党为什么一个都不敢告 蔡政府狂否认党苗 但为何面对指控 却迟不提告 民嘴炮轰 若不是爆料真实度超高 难道是怕疫苗资料解密 会背上什么罪名逃不了 只要一开庭 BNT的案子走到法院里面 法院跟官方的要求情况之下 他那个合约解密 干告郭正亮 现在这个合约是封存30年 一解密一拿出来一看 我跟你讲 赖兴德不要选了 面对各种党苗指控连环诈 蔡总统难道被执意到睡不好 出去活动竟把空中 音语教训创办人棚棚会 直接改名 被纠正还四度把别人名字叫错 网友炮轰 没读稿机就胡说八道了吗 大小姐没有要选举 竟连人家名字都忘了 这就像蔡总统不在乎疫苗一样 政府有没有挡疫苗 嘴上说一套 但过去摆在眼前的事实 却是不少无辜百姓 逝去生命 记得张正名李一璇台北报道